公平吧 驾 赫尔扎布救援 没有忘记救离太人 与次尚书皇上 并将婚约之事说明 皇上这才批准 只许他把狼家女儿狼医烟接回京城 狼士轩等 仍留在宁安县汉荒 不得四处留走 舅仪太太这才由冬天回到宇京 她来了没多久 舅爷就病重去世了 我老了 就是长期住在这儿也无所谓了 我就是放心不下我的医烟哪 自从在草原上遇见你们两位 我就相信 我和医烟用不着海誓山盟 不管有什么坎坷 不管遇到什么难处 我们都会重生相伴 您若理解我 我就求您答应我 今晚就和医烟远方 以后 不管哪天相见 一言都是我的王妃 您若不理解我 我今天晚上就和您就伴 明儿我就上路 老佛爷不是给你止婚了吗 是这样 娶了蕊君王的六哥哥 一起 可是我没有跟他远方 他当然很不高兴 那我也闹过 委屈也委屈过 我对他说清楚了 我一定要先和医烟远方才行 所以至今 他还是空有虚明 是这样 经过这么大的变故 我想 你还是去问一下医烟 医烟 我遵守我的事业 我已经向我的母亲 和婶婶发过誓 你是我心中 永远的王妃 我今天来 就是为了实现我的诺言 我今天要和你远方 你去问我的汉吗 我今天是我 王爷在哪儿呢 王爷病了 发烧 在屋里躺着呢 这不 我的熊衣 你这是怎么了 你这是怎么了 我的熊衣 何诈不 我的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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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早回来呢 何诈不 我的熊衣 何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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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 这么难得 想我一个人 何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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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要找一个蒙古男孩来帮我 那就是我 坐吧 找我干什么 查不 赫尔渣部亲王没有后人 虽说现在已经不是大清朝了 可在我们蒙古 对亲王的名头还是很认的 想给两位王妃过几个儿子 可他们总是慎着 这好几年了 有不少人盯着 特别要紧的是 这边传过消息去说 京城里有不少世家子弟 都想占这个位子 大喇嘛要我过来跟您说清楚 赫尔渣部亲王是蒙古人 过几给他的儿子也要是蒙古人才好 要是找个外人 以后他的魂找不着家 就为这 也不光是为这 亲王那么大的家业 总得有人继承不是 现在上面没人管 我这个管家 也不好当啊 可是要是这事 你跟他之间说不就成了吗 说了 不顶用啊 小王妃说要大王妃说 可大王妃 又说过季的儿子难得管 这一拖好几年 我真没法子了 因为我看这事啊 不是你没法子 是在克拉凤沁 有人也想着 亲王这个位子 您怎么 我没猜错吧 而且你们都预备好人了 哪能呢 我做事 从来都是套上缰上 松不了套 该怎么就怎么 等了你甭跟我吹了 你把我的骆驼 都已经管跑了 你还在这儿 跟我插和什么 那野骆驼 他总握群里 等等等 你甭提那野骆驼了 还说过季这事吧 你打算怎么办呢 要是两位王妃 答应从克拉凤沁 过季的儿子 那我就去办 请大法师给挑选一个 怎么着 大喇嘛挑儿子 那我那两个舅妈干什么 不是不是 不是那个意思 主要是 大法师挑选完以后 然后让两位王妃 过目可不 那过目不过目呢 就那一个人 那您说该怎么着 你多选几个呀 让两位王妃过过目 挑一个呀 老长好吗 大法师 这几个人都是你亲自挑选的 站在前面的几个是 其他人都是来伺候的 这几个人的下帽 下帽只是皮囊 要看因果缘分 你是说他们几个都有因果缘分了 正是 怎么会都有因果缘分 佛法无边 众生平等 人与非人全在一念 按你这么说 他们的因果缘分都一样了 正是 可我也不能要那么多儿子呀 前面中间站着的那个是 王爷领地 上头人的儿子 松拉杆 他和赫尔扎布亲王缘分 是最深的 就他 我怎么看不出来 张头鼠目的样子 是浮相吗 法眼要靠法眼 我不懂佛法 别跟我说什么法眼 我只管看着顺眼不顺眼 你看着哪个顺眼 你看后面那排 站在边上那个男孩子 他的眉眼间 是不是跟王爷有点像 真的 你看他还挺准 那个孩子叫什么 您说哪个 是他吗 不是 他后面那个 那个不是大法师选来的 是过来伺候的 问你什么就回什么 他叫什么 他叫保利哥 我们就叫这个保利哥 那可不行 为什么不行 他是个奴才 奴才怎么了 奴才怎么能继承王爷的家业 怎么不能 刚才你还对我说佛法无边 纵生平等 人与非人全在一面 怎么着 这么一会儿功夫 就全给忘了 我总不能为一个奴才做事起伏 走吧 走吧 姚姚的走吧 那个小孩都带着 大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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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 大法师 别走啊 大法师 吃饭不要夹起嘴 什么叫夹起嘴 闭着嘴嚼吃的 别出声 多难听啊 闭着嘴不出声 那吃饭怎么会香 夹起嘴吃饭跟猪一样 我们大所约上没有猪 降嘴 二娘 有没有兴趣跟二娘学认字 有 好 那你把那个凳子搬过来坐 我呢 教你唱一首歌 你把凳子搬过来坐 我呢把满文 汉文 猛文 歌词都写出来 我以歌词的形式教你 一个字一个字的认 满文跟猛文差不多吗 你认识猛文 不认识 看别人写是这个样子 好 我先唱一遍 你听着 大清的天下 是一落千丈 提其他的发麻 酒腿不寻常 以你哈拉奔心郎 你会唱这首歌啊 我知道这个吊吊 好 好极了 那我把歌词啊 写出来一个字一个字的教你 好吗 你看 这么写 我放下来 你看谁 你也会唱这首歌 我已经说了 你这首歌 我可以唱这首歌 我会唱这首歌 你会唱这首歌 你不爱唱这首歌 你不爱唱这首歌 我来唱这首歌 我去唱这首歌 我去唱这首歌 你唱这首歌 还让我帮你来 不用 慢慢吃 别噎着 还有呢 你呀只要跟着我好好学认证 将来替亲王做大事 我有你呀 你是奶奶的好儿子 瞧瞧 我不会用筷子 我们都用刀 这不是会不会用筷子 会用也不能夹离一盘子远的菜 这叫隔着和夹着吃不好 那远盘里的菜是给谁吃的 酱嘴 我不是酱嘴 大人说话你还回嘴 不是酱嘴是什么 我 我知道你觉得我对你言 一说你就不服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对你言吗 知道 知道 你不知道 咱们这样的人家 不能跟普通的百姓比 百姓的孩子只知道一味的浇灌 而你要承担的是江山社稷 社稷 是社野稷吗 我会 我的建设的可好了 别胡说八道 快吃吧 菜都快凉了 我的老天爷 这可怎么好啊 我的老少爷 你怎么在院子里生火呀 我问您呢 您这是哪儿来的 这么新山 这让您嫩嫩闻见了可怎么好啊 山 这么烤炸的肉会山 你尝尝 多好吃的肉啊 怎么会山呢 脏死了 谁吃这样的东西啊 火烤炸的东西怎么会脏呢 火烧炸的灰是天底下最干净的了 真的 您不是刚和您嫩嫩一块吃过饭吗 那叫吃饭 不是饭是什么 灰酸菜粉 炒嘎的丝 都是我做的 天天会酸菜粉 连一点肉腥子都没有 那天不是给您吃红烧肉了吗 就手指头肚那么大点的肉 也算肉 我要吃牛肉 羊肉 就这么烤着吃 煮着吃的手巴肉 这才叫吃肉 好 王少爷 殿下 他流血了 宝少爷 炒什么 宝少爷 你没事吧 疼了 没关系 忍一忍 上了这个药很快就好了 殿下 用茶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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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样了 二娘给他上了点白药 不流血了 这孩子 一天到晚没魂使 跟他说什么他也听不下去 我怕 我怕 你怕什么 我是说 我怕大喇嘛走的时候 把他的魂给带走了 扣在克拉奉沁 不给放过来 您瞧见他的眼神没有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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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叫嘴 疼吗 宝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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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哪儿去了 小哥哥来了 我不愿意让田姑娘碰我 我觉得她身上老一股发霉的味 坐在冬月的垂花门口 老王搁下篮子再不能往里走了 里面属于内宅 内外有别 旧太太们的规矩大得很 都是些风筑残念的衰老女人了 却连三岁的男童也要避回 难免不让人感到有些自作多情 自我尊贵的味道 你就说 老太太们 寻念气象啊 您这就要回去了吗 我不能再往里进去了 你呀 妖怪 妖听话 在这儿好好待着 不能惹老太太她们生气 等到了正约十六 我一准来见你 您得早点来 一大早就得来 好好好 你得记着啊 旧爷爷 那个一岸店底 还那个小瘦头啊 太阳照在一个气风的 一个小蟹人身上 我就到门口了 你还念不出老叶 你也得来 聊不来 我就跟着好 好 你放心 别看啊 老天爷就是瞎到了 我也累 好不好 舅太太好 问舅姨太太好 问表舅把里格好 问猴子三好 猴子三死了 那红三死了好 这孩子 你年岁小 还算懂规矩 我跟保丽格说了多少次了 像咱们这样的人家啊 可不能跟普通百姓比 咱们的孩子啊 还承担着江山设计呢 所以啊 咱们教育孩子 没有别的招数 就一个字 言 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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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真相的外人 大清的江山呢 别说二百年了 连二十年也维系不了 我们对孩子呀 严极了 就是小处 半点也不能姑息 救他他 我要尿尿 你先忍着点 听我呀 把话说完 保丽阁刚来的时候 是屁 野草店里的小马军 他不说 我也知道他的心 他是嫌我太严了 可是不严 哪能出人才呀 曾国藩你知道不 你太小 你不会知道 他可是一代呀 有出息的人呢 都是在盐子上 管出来的 你这小丫头 尿裤子了吧 你怎么不早说呢 长妹不准做的事吧 妹不敢做 这尿 这尿没听我的就出来了 田姑娘 田姑娘 王妃跟他说话说的时间长了吧 可不是怎么的 小丫头肯定是累着了 这是我缝的几件冬衣 准备舍到周棚那边去的 可巧了 快给他换上吧 您心可真好 谢谢您了 那我过去了 暖和了吗 这个棉裤很暖和 谢舅太太 不是棉裤暖和 是我这个屋子暖和 这个屋子地面下头 有火道 这是咱们王府里头啊 独有的地方 建房的时候啊 就建好了 那个是电话 你可不能动啊 他的那头啊 连着宫里 万一悟了宫里的大事啊 那可是大不敬的罪啊 皇上来过电话吗 皇上忙 不是万不得已的事啊 皇上不会打电话的 但是啊 我们不能不厚着 这张照片我没见过 我舅爷穿这个衣服 真神奇 这是你舅爷 在日本横宾照的 你舅爷呀 很早就留过羊 他可是见多识广啊 比你们家那几位爷 有出息 我告诉你啊 宝丽阁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呀呀 你可好好听着啊 我教育他的那个言字啊 够他受用一辈子的 三儿是我的孩子 除了不会说话 他可什么都懂 三儿不死了吗 三儿啊 最听话不过了 他是我调教出来的 我不发话 甭说上树 他连桌子都不敢上啊 三儿不像只猴 三儿啊 压根就不是猴 他呀 是一个跟你一样的人 是一个跟你一样的人 碧灰就是你们说的那个 川岛方子 他的魂啊 就附在他身上 是来替他 孝顺我的 呀呀 这是我特意留给你的 这是地安门贵英斋的 奶油萨奇马 你知道 贵英斋为什么有名吗 贵英斋离皇城近 那儿做的点心呢 有宫廷风味 尤其是这个萨奇马 他是选用 他是选用从蒙古运来的 奶油和面做的 跟一般的波波波可不一样 你知道吗 他的特点呀 是柔软细腻 入口即化 你尝尝 你在你们家 永远吃不到这么好的点心吧 你呀 你在我这儿吃毒食 这是你的福气 没救太太疼我 我永远也吃不上 这么有味的点心 殿下 那屋殿下说啊 如果您容空 让小哥哥过去 说火话 你去吧 去吧 我也得歇歇了 那您歇着吧 哥哥 记得问舅姨太太好 哦 问舅太太好 问舅姨太太好 问舅姨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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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黄鸟好 这个鸭鸭 一门心思地吃 请安 手里还攥着块萨奇马 这是舅太太想的 长者赐 少者见者不敢辞 我得把它吃完了 来 哈拉了吧 你要肯玩它啊 明年也不行 舅太太说 这是桂姨摘的 桂姨摘倒是不假 可也架不住哥的日子长呢 难怪都把我的上牙堂 给哥破了 哥呢吧 别难为你了 你吃这个萨奇马 你知道萨奇马 是什么意思吗 这是铺子里的典型吧 你只吃其一不吃其二 萨奇马的意思 在满语里面呢 就是狗奶子唐湛 写是这样写的 来 你看 是这么写的 满门字母在瓷头 瓷中 瓷尾 它的写法都不一样 我去年教你的词句 你还记得吗 来 你来 芽芽 你这写的什么呀 鬼画符吗 这上头 你可比宝丽阁差远了 宝丽阁会猛文 听说猛文和满文很像 他当然要比我强了 这么点小人 就会给自己找台阶了 宝丽阁会蒙古画不假 可他大字不识一个 是跟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学的 他喜欢曲子 还抄了不少民间的曲儿 满汉文都学会了不少呢 学汉文我也挺乐意的 学满文你就不乐意了 咱们的老祖宗 就是用这种语言说话的 等将来你死了 总要和祖宗见面的不是 可你把祖先的话都给忘了 怎么向祖先请安呢 你呀 你呀 今天晚上的菜怎么预备 怎么预备 怎么预备 还用问 照常呗 我是问啊 今儿小哥哥来了 要不要多预备一两个菜 他来了 更不能多做 我说了半天对孩子要严 你白听了 教医太太 这还是我四哥给您送来的那只黄鸟吗 对呀 还是那只 你四哥知道 我心里边惦记的是什么 我说这个话头让您伤心了吧 没有 跟你这么个小人说说话 我心里松快点 芽芽 过来 你看 这只黄鸟像谁 就医太太我想不出来 你每一年还去给你医太太上坟吗 你不盯点大的时候 她可是见天地摊在炕上还看护着你的 每年都去给医太太上坟 年年不来 因为说我医太太像黄鸟 是啊 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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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医太太去世都快两年多了 你太太也忒厉害 至死都不能容人家 不就是出身不光彩吗 可话又说回来 出身光彩的 又有谁能闻得上作祥呢 我们家就老天天都 你们家呀 是你们家 你们家宫里给送蜡烛吗 我不知道 亲王府的蜡烛 都是内务府送过来的 能点上宫里的蜡烛啊 是身份 就跟大门上啊 贴的白对脸是一样的 可京城里头啊 你都找不到几斤 虽说呀 点不点蜡烛是小处 可越是小处啊 越不能乱了规矩 我说的道理呀 你要能记住了 你将来呀 也能像宝丽阁一样 做大事 我的手指在那些圆剑上 一刺敲过 连带着 欠着字母的小棍动作起来 发出大大的声音 敲出一溜尘土的气息 脑子里想的是 年轻 剔讨 知书 达理 又回料交 还穿着西装的赫尔扎布 在打字 她在其中 充当红袖天香的角色 那种感觉 真是好极了 舅姨太太脾气好 有什么事啊 她都能想出办法来 也心疼吧 少爷 可是她命不济 怎么个命不济 好容易 又只让她回京了 可是 我必须在大年三十前的几天 从大门到银安殿 从银安殿到冬院垂花门 清出一条路来 为的是迎接舅爷也回家 暗北京的老风俗 三十晚上 诸神下界 祖先的魂灵 这时候也要回家过年 鸭鸭 别怕冷 快点干啊 你知道 把草这活啊 为什么不找外头的人干呢 不知道 这是为了显得咱们的新城 这样你舅爷爷才会高兴的 清明上坟的时候 从来都是子孙们 亲手为祖族们修坟天土的 没有谁到外边雇人的 按说这活应该是保利阁干的